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又回到風雲高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令到我們的訂戶多於17萬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和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就加入這個叫訂戶大軍行列 好了 鮑偉聰 今天講的話題 都挺有新意的 原來香港特首李家超 在大陸的微博 就開了一個賬戶 他在北上準備去大陸 這個廣州這些 是在那裡談的 就是那個 實行這個叫逆隔離 他在北上之前 向上面一個見面禮 就開了一個微博 開微博就是直接 跟大陸的網民去溝通的 這個我覺得莫名其妙 第一就是 這個香港這麼多任特首以來 用這個社交媒體 跟香港人去溝通 效果是一般的 以他的前任 林鄭月娥為例 他開了一個Facebook 不但未能夠令到他在香港人 那個民望 心中的民望是增加 還搞到他一卸任 就趕快關了Facebook 按照計林鄭 就應該卸任之後 更加是沒有包袱 還有是沒有無官一身輕 或者官到無求 他的身份 但還要影響 他也不可能 他相當中其妙 他講的 就是很好 就是一個特首 跟香港民意的所作者 的所為 這五年極之不受歡迎 另一個梁振英 現在做了中國政府的副主席 就開這個Facebook比較聰明 他加了一個叫做安全機制 就是要加入他的Facebook的那些followers 就一定要他批准了 是吧 所以這個面書是經過一個隔類的 這個李家超是不是的 這次他直接面對大陸13億人或者14億 那就糟糕了 那你梁振英是面對香港人開Facebook 都加了一個隔類措施 那竟然李家超面對大陸網民開微博 是完全沒有隔類的 就是說誰做他的fans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雖然短短一兩天之間 就變成了七位數字的所謂的fans 或者叫朋友 我不知道了 但是趕快就給大陸的網民洗版 對他香港的某些施政 是加入一個叫做大陸角度的猛烈抨擊 就包括你現在馬上說這個叫做疫格尼 就令到大陸的網民就趕快質疑 你是不是放一些香港人進來呢 是散播疫情 還有一些就是在打鼓嶺那裡的垃圾區 垃圾堆填區 立刻有大陸那裡的網民說你那些臭氣沖天 就飄越這個邊界 在北面這些連塘的地方都聞到 這些微博這樣一開 是立刻會令到他多了很多煩惱 因為你本來你身為特首 你施政和負責的範圍是深圳河以南 700多萬個香港市民 你一開了微博 至少廣東省或者鄰近邊界那裡的人 就紛紛加把口進來 就變成你身為一個特首 同時要面向大陸的微博的網民 你那個施政要顧著他的感受 然後又要顧著大陸現在覺得 你現在放一些人上來 是不是在那裡污染我們 這些自尋煩惱俗稱 好像香港廣東話那句有點竹蟲 因為你現在微博這樣開 也都令到大陸有些部門增加負擔 因為如果出現太多 那些人身攻擊或者有時候大陸的網民 是對當地政府那些人不滿 他可以指喪罵懷 是將這個叫特首拿來做出系統的 你知道大陸的網民玩政治是非常高漲的 那你現在面對那十幾億人 現在你開了微博 那你以後你想怎樣呢 是不是 你要增加一群人去監管這個微博 然後去調整你自己的施政 你不想怎樣呢 喂 哪有這樣 幾十萬一個月而已 四十幾萬 對不對 需要這麼多風險 還有顧慮上身也有 是不是 是 陶先生 你又不要笑 因為李家超的微博 我看到都有一百五十萬的粉絲 可以這麼說 剛才提及你說的那個留言 我也有看到 連堂那個都挺有趣的 他問他什麼時候解決呢 飄過來的臭氣問題 另外有一個問他為什麼空前那個名牌是英文 那這些都是來自大陸網民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其實我就 正能量 我又覺得是好事 既然吸收了林鄭在上一任 她的Facebook一面倒很多都是罵她 甚至留言叫她下台 那Facebook那裡就搞到一定要她批准 甚至要找人刪除那些這樣的留言 那現在李家超就不用Facebook 即是不主力用Facebook 就轉向這個內地的微博 那我見到大部分都是向她 叫她加油 拍手掌 又說辛苦她這樣 那我想她會拿到一個 如果用中國大陸的網民或者是 的術語她拆到存在感 即是她感受到自己是很受到愛戴 那比起上一任林鄭月娥 令人覺得始終她有一種 公務員的餘業或者殖民地的殘餘 都是看不起大陸的這些社交媒體 那現在李家超就針對大陸的需要 就開了微博 那我覺得現在她嘗到甜頭的 不過呢 如果真是 那個疫向隔離是失敗 將病毒傳進去的時候 我想這個微博就好看了 那現在主要是針對這些這樣的連堂 羅湖那些飄過去的那些臭氣 那她就這些小問題而已 如果疫情由香港引入 那她就麻煩一點了 我覺得 首先她一開檔就有170多萬 這個呢 初歸新譜 新來新豬肉 你新來的人在大陸的網民之間 有一陣子掌聲你不要開心 因為一年是有365天 跟著你的任期是有5年的檔 每一天的形勢 在大陸是日新月異 你猜不到的 那當然是叫一聲加油 這些對於很多大陸的網民來看 是不費任何成本的 但是那條黃河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今天風平浪靜 明天那條黃河是可以水漲 和形成水災的 比如說假設你現在 一開了這兩條微博 我跟著就易隔離 然後我當這個易隔離 是成功開放香港人 或者河套地區這樣 隔離多少天 我不知道 比如說有七天 然後放進去大陸 每天我當你有幾百人 也好兩三千人也好 你不能夠保證以後 沒有一個香港人 是進到大陸之後 是吧 他在香港的時候 他就隔離之後 那時候完全陰性 是吧 一天 兩個小時 核檢栓一次 全部陰性 但是呢 進到大陸 不知道到哪裏 中間過了十天八天 就陽性 一旦陽性 這個香港人 在他那個小區 是被人驗了出來 你死了 以大陸現在那些抖音 微信 微博 這些這樣的成行 一被人 起到的底 是香港人 你嚴重了 現在以大陸那種狂熱 那種民族主義 尤其是這三年 你自己圈掩那些黑暴 港獨 你那些微博的民意 是很容易 是把它扣為其他的政治標籤 那時候就說 你不但走上來是波毒 而且你是不是有心 意欲何為等等 是吧 接著呢 就在那裡順藤摸瓜 大陸就是誰放你進來的 是外園 因為你經歷過 叫易隔離 然後呢 大陸會有很多網民說 一早就已經說 但是要你香港堅持動態清零 原來你還沒有動態清零的 原來你現在還一天萬鐘的 一天萬鐘 你還放了這個人進來 不知道去到那時候 去江西還是河南 是吧 然後呢 全個小區敲鑼打鼓 抓到了 就是這個了 然後呢 這個人就沒有微博 只不過他來自香港的特首最高的權力人物 李家超有個微博 OK 你說那時候的微博 李特首的微博 會出現一種什麼的路潮 是吧 來到聲討了 對不對 對嗎 喂 今時今日還沒有出現 你以大陸那種微信 和那種社交網絡 那種反覆 我告訴你 就算這個叫趙薇 那種煩冰冰 平時沒有事沒有幹 那些影迷粉絲的數二億計 就算香港啊 成龍啊等等啊 陳奕迅啊 這些紅歌星啊 在大陸你開過微博 平時是不是幾千萬啊 一旦有什麼小事 低那麼多東西 這些所謂的粉絲 是吧 黃河泛濫啊 到那時候一變臉啊 翻臉啊 那時候是什麼樣的表情 和什麼樣的反應啊 這筆東西呢 這筆東西呢 我告訴你呢 不是人這麼品的 是不可以立亂碰的 你知道嗎 你千萬不要以為啊 剛剛開過微博 就是剛剛進大陸啊 你那些鄉親啊 粉絲啊 兩邊甲道歡迎啊 今天呢 情空萬里啊 明天可以烏雲蓋頂啊 是甚至雷電勾加的 很大人害怕的 是吧 是啊 所以我不知道開過微博 是做什麼 你再弄這個營隔 嚴重了 好了 我又不是這麼看的 我覺得呢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呢 可以通過一些留言呢 去看到呢 中國大陸裡面的人呢 怎樣看香港呢 因為 一般來說呢 我們很多時候 在一些討論區裡面呢 就是香港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裡面呢 你都不知道中國大陸的人呢 是怎樣理解香港的疫情 或者跟他們的關係 譬如我隨便舉一個例 有人留言 他說呢 昨天 深圳已經封了幾個區了 原來我現在才知道啊 原來深圳有封的啊 原來 他說呢 深圳還每天給香港二千個名額 就是入境啦 你看看呢 他說 香港一次都沒有試過全民核酸檢測 現在的病例成八千多 就快過萬了 他覺得呢 就是如果想免隔離通關呢 不要說他 就算深圳 就是不要說中央啊 就是其他北京上海 只是深圳都不能夠同意啊 其實雖然呢 是其中一個留言 但是你看到呢 深圳人 就是大陸人呢 怎樣看香港呢 就覺得香港那個抗疫呢 就和嘻黎的 因為你從來沒有試過全民核酸檢測嘛 又沒有試過呢 封區嘛 最多是封一棟樓而已 那還有呢 你們現在那個疫情呢 每天成萬鐘 你還想講這個通關 或者是免隔離 想都不要想啊 其實深圳人呢 很怕香港人啊 我就跟他的留言裡面 可以規探到呢 中國大陸現在對於香港的態度 不是這麼友善的喔 所以我很喜歡看那些留言的其實 除了那些叫李家超加油那些 這類呢 都挺有趣的那些留言 還有大陸那些微信和微博呢 你也知道不是這麼簡單的 有一種名詞叫水君 是吧 也有一種名詞叫做五毛 是吧 也有一個名詞叫自幹五 就是自幹五 就是什麼呢 自己呢 敲鑼打鼓呢 是非常之愛國啊 激情啊 這些啊 就聲討這個叫佩洛西 那個飛機入台灣 但是沒有錢收的 五毛呢 就是發一張帖 很多年前收入人民幣五毛呢 那些啊 喂 如果第二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無端端有哪幾天 突然間出現不知什麼小事 比如說你這個叫做打鼓嶺 垃圾堆田區 你以為沒事 是否有些東西 突然間呢 可能有1百幾十萬條呢 就針對這個打鼓嶺 真的是打鼓的 它並嚷嚷敲鑼打鼓對準 它說呢 哇 你那些臭味 搞到我們現在那些小孩 是不是移提妻哭啊 是吧 翻學啊 這個叫做不專心啊 喂 你不知道裡面 是真正的這些民意有多少 還是有其他那些一犬肺影百犬肺星的盲目附和 還是裡面有另外一些複雜的政治勢力搞起的水軍 OK 你又不知道是不是小題大做 你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誇張 如果不是微博 這些大陸的粉絲突然間這樣發難 我問你有多少香港人知道打鼓嶺的垃圾堆田區 你有多少人知道垃圾堆田區有臭味 有多少人知道原來這些臭味是可以飄過邊界 OK 當這些微博大陸的網民說 你現在這個臭氣飄過邊界 你又會激起到香港的一些網民鬧回頭 說二十年來香港看上去的天那裡是一片灰蒙蒙 尤其是香港的西北部對不對 大嶼山那裡 喂 你們深圳和東莞和整個 這個珠三國 工廠是接訂單 開足馬力開工的時候 那些污染的空氣沒有飄過來香港嗎 這樣就立刻會變成一場中港網民的互相對罵 這些互相對罵一拉起 打鼓嶺的堆田區沒有人知道 如果這樣一拉起 你身為香港特首那個叫李家超 你究竟站在哪邊 你是不是要立刻要 其他那些要放下 那些什麼新界裸地、大都會 要立刻將打鼓嶺垃圾堆田區的臭氣 是變為你自己的 施政的頭號難題要優先解決 你是不是嚴重了 那時候 第二天你去開行會 行會本來前幾天定了這個議題 在12345是逆隔離的 突然間香港有一宗打劫銀行 發生槍殺的 本港治安問題惡化的 等等 突然間就會多了一個叫打鼓嶺垃圾堆田區的問題 就泰山壓頂閘下來 那時候怎麼辦 到底什麼是priority 是什麼優先處理的事項呢 我經常學你說 我們不用這麼用心的 你經常都教我 說要用一個人類學或者動物學的角度去觀察 不要投入感情 所以我就帶著你講這種態度去看微博留言 我就覺得好像進了一個原始森林裡面去觀察 譬如有一個留言說 香港的入境如果逆向隔離不是不歡迎 而是不相信特首下面的人 深圳已經被搞得很慘了 因為這個逆向隔離的消息一吹出來 那些大陸的網民特別是廣東那些就很擔心 就留了這些言 其實香港的人都還沒正式地去評論或者理解這個逆向隔離 大陸的網民就已經很騰雞了 而剛才你提及打鼓嶺那個 原來我才知道這個打鼓嶺原來是 被譬論這個羅湖幾十萬居民鄉原圍這個地方 原來他們每天苦不堪言 水深火熱 距離這個港方堆填區有個深圳水庫 只是隔兩千米 他說懷疑擔心有毒物質就滲入了水庫 這些新聞和這些深圳大陸人的擔心 我本來真是不知道的 所以現在我通過李家超特首的微博 我就好像可以虧豹 看到這些中國大陸的人的心態和他們現在的全景 我不是幸災樂禍 我只是覺得原來我們香港 都有些事情令到他們都挺爭厭的 除了垃圾堆填區原來在來的逆向隔離 他們都是不是很歡迎的 你這個微博是隨時會洩漏到類似的 所謂的國家機密 因為你不知道哪些是中國官方想你香港知道 或者是想你香港特區政府做或者不要做 但是你開了這個缺口 沒錯 這個微博突然間多了很多 這些中港雙方或者香港和大陸雙方面的一些資訊的自由交流 還有如果真是資訊就無所謂 萬一是謠言 萬一這些上面是有一些別有用心的 不知道什麼勢力 是將那些小事化大或者無中生有 對不對 你剛才說了什麼深圳水庫 這些水質污染是真是假的 但是如果有鋪天蓋地有很多大陸的你的粉絲 李家超的粉絲到時突然間紮爛 你腳不腳遠 你走去問西環 西環說一無所知 我們沒有負責這件事 然後你要不要趕快 在中間橫生枝節 你立刻成立一個叫 這個叫緊急應變小組 或者你派個官員上去看一看 是不是 那個時候深圳方面的官員都被你煩了 人家本來沒有這件事的 天下本無事 而你現在突然間多了很多東西 好了 還有一些網民看到 原來這樣有效 原來你供你這個香港特首 是某某樣東西有效 是吧 舔過甜頭之後 他就懂得就叫做軟交近供 原來嚇倒你香港特區政府這邊這件事 是可以回力鏢反彈回來 是令到我們這裡 那些地方領導可以產生一個互動的 哦 那個時候好玩呀 這個新環議我相信是會有很多大陸的網民 是會加入 喂 很新鮮呀 知道嗎 所以你說這個 大陸微博網民首先已經第一、二日就立刻洗版 是吧 你好 加油 是吧 你特首是一位愛國愛港的 是一位呢 什麼媽媽我們呢 非常之仰慕 是吧 歡迎你呢 是令到香港七百萬人真正再次回歸祖國大家庭 是吧 這些這樣的掌聲和口號呢 不是長傳的嘛 跟著可以突然間洗版批你的疫情失控 是吧 本來你一萬幾千宗呢 未必大陸去到黑龍江和內蒙古 他未必知道的嘛 因為裡面對這些新聞資訊是嚴格管控的 你透過微博的窗口 鎮住過頭 風捲殘暈地散到進去 大陸的很多間遠地區本來不知道的 就會知道香港某些状況 這四個字是不是叫像了撩鬼拿命 是吧 是不是 怎樣會這樣自尋煩惱呢 我真的不明白 當然我不是說有什麼 像你說的 什麼動感情 那些就純粹是以大陸這些微博和網絡社交媒體 以前發生過很多小事化大例如蘇州一個女子 無緣無故穿一件類似和服的衣服 就被當地的公安不斷撕衫和罵她是否中國人 一件這麼小的事可以變成整個大陸的一件社交網站的危機 以及吸引成億上萬的無端端不關她的事的人圍觀 是不是? 是不是? 同時也會令到那時候不知道將來什麼時候 在大陸的香港人 本來不關自己的事 一個人原來你逆隔離失敗 或者逆隔離找不到 你知道那些核檢書不是每次都有效的 是不是? 進去之後發現是約乾日之後陽性 然後全個大陸才知道那時候 李家超無端端不關你事 你都變成了一個叫做終極問責的目標人物 是不是?所以 李家超看下去呢 李家超呢 我們香港人月兩元就放假 或者說產生這個叫故障 暫停修理先 是不是? 直到另行通知這樣聰明一點 會不會呢? 我想就不會的了 這個通常常開了甜頭就會繼續做下去了 不過我就想說一下 李家超似乎現在就挺進取的 除了提出這個逆向隔離這個措施 希望可以令到香港人可以容易一點回到大陸之外 另外就據彭博新聞報道 這個海外的新聞媒體 就說他傾向11月就是免除這個酒店隔離的措施 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大型的國際活動在香港舉辦 似乎他一方面就希望可以在大陸開放那個通關 就是不用在大陸裡面隔離 在香港隔離 就是所謂的逆向 另外就希望向國際釋出善意 希望不用在酒店隔離吸引一些人 但是呢 又據說呢 香港的盧寵茂醫生就不是很贊成 他反而是希望收緊這個本港的檢疫措施 而促成這個內地的通關 所以現在呢 我猜啊 我猜李家超呢 都是一個一廂情願地去想逆向隔離 我覺得沒那麼容易呢 令到中國大陸可以接受到的 因為如果萬一 真的好像李Touchwood那樣說 有一兩單酒樓呢 令到深圳的疫情突然間飆升呢 那麼這個責任很大的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呢 這個推逆向隔離 還有11月不用酒店隔離 這個呢 當然我現在就很難預測了 不過呢 如果傳聞那種叫盧寵茂 以一個叫強勢的局長是反對 而且他是醫生啦 是吧 他有權威啦 而且他發明一個叫乳病毒共存 等於乳病毒共赴王全的這個新理論 以及也得到高永文醫生兼局長的強力支持啊 如果李家超一意孤行呢 是不是? 我身為一個局長呢 是可以軟交近共的 玩一下政治 是不是? 然後呢 在大陸的微博海洋那裏呢 是做幾條 是不是? 原來香港現在是過萬已經向洋人 要強調洋人 這個開放這個七人籃球賽 和這個召開國際的金融會議 是不是? 如果你先向這個國際通關的話 如果是有洋人將病毒帶進來香港 再透過這個疫格來放進去內地 我們祖國那裏 哇 後果不堪設想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辦呢 是不是? 放一兩滴墨水 然後就去大陸的微博海洋裏面 哇 厲害了 是不是? 那個引爆那個原子彈 吐吐吐的聲音 海嘯效應呢 就推下來問回李家超這個微博 到底呢 到底是吧 是不是似作俑者 就是林鄭的那句成語 所以這些東西呢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對於香港來講 很多人覺得現在這個空氣沉悶 沒什麼發生 對於這些海外的KOL來講 不是一個壞消息 因為以後肯定多很多話題 就是魚塘裏面多很多話題的魚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11月通關之爭 現在才開始 當然李家超是一個叫做警察出身的特首 你說是警察大還是醫生大呢 你問一下香港的那些小學生做這個叫做《我的資源》 這些作文的小朋友 有些人長大 我喜歡做警察 那些人做醫生 到時候在民意之中是產生了兩幫 一幫叫做警察幫 我相信警察因為槍桿子就代表真理 另一幫說我相信這個醫生 因為盧寵謀是國際級的 這個叫做心臟 什麼移植專家 那時候你有你爭 但是香港會成為整個大陸的那個網民注視的焦點 那時候你就要考慮一下 你所升職的那個阿爺 是不是你嫌他不夠煩呢 是不是 以後3、8、6、5天 現在不只是今天 對不對 還有很多你現在不能預見的潛在危機 例如那些叫做Monkeypox 或者叫做猴斗 這些新的東西 Karlowso 那些病毒 日後是不知道會怎樣的 對不對 還有最後呢 我也想說 那個所謂逆向隔離 現在暫時的資料就說 據說在河套區就搞一些閉環式的管理 裡面那些類似方艙這樣的地方就獨立洗手間 在裡面隔離完之後就一定要閉環式運送你進深圳 每天要檢測的 在裡面那7天 據說可以吸引多些香港人 在裡面隔離就不用回深圳大陸的酒店隔離 但是我作為一個市民 或者代入一個用家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可能還不吸引 因為其實這個逆向隔離 你混在河套區這些這樣的方艙 或者是禁閉營裡面的環境 我不覺得會比深圳裡面的一些 就算是商務酒店三四星級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在之前都回過大陸 要接受7天的隔離 其實如果他們因應自己的能力的 訂到一些高級一點的酒店 或者是幸運的 有些時候派到去套房 那他們的居住環境不是很差的 還可以通過那些手機的APP 可以叫很多他們那些什麼外賣 美食那些東西 就各種都可以的 現在比較寬鬆的 那就不是說每次要吃酒店給的東西 但是現在那個逆向隔離 我看到現在暫時出來的資料 我覺得還比住深圳的酒店更差 那怎麼樣會吸引到香港人去接受呢? 只是那個地理位置在香港的景裏裡面而已 不代表待遇是好的嘛 其實與其是說 我不如直接在深圳裡面住一些紅店的酒店 叫多些外賣吃 更正啦 是不是呢? 所以我覺得他的思維是很奇怪的 他完全是一雙情願的 這個逆向隔離 那這樣呢 我就覺得你偏激了一點點 是你用你自己現在海外在英國 在這裡享受緊與病毒共存 那個標準是來到判斷 你不要低估了香港很多人 那個愛國愛港 歸心慈善 那個心情 對不對? 或者很多人喜歡 對不對? 所以我擔心的就是這些人進去之後 萬一出現一單半單 在大陸會受到什麼待遇呢? 那時候就會透過李家超這個微博 就向他問責此其一 第二 病毒不是不戴眼的嘛 你現在大陸的人怕香港人透過這個逆隔離 什麼都好 帶進去而已 你每天是過萬嘛 對不對? 他們這麼恐慌 就不是沒有道理 香港人又不怕在大陸傳回進來嗎? 那時候那個人逆隔離之後 回到大陸辦完整事 回到大陸 那又如何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到那個時候回頭就盧寵貿 在那裡吳吳笑 韌韌腳 那都一早說了 這個叫共富王全嘛 是不是? 那所以你現在的事實 香港每天的平均是有過萬鐘的 你的過萬鐘呢 是每天如實公佈的嘛 那現在整個大陸這麼多省市 每天多少鐘呢? 你也聽不到啊 死亡是多少鐘呢? 你也聽不到啊 你只是看到原來成都那裡說要封城 那趕快那些人 整隻死豬呢 買了來 那個汽車的車尾箱 還有長一點 那些阿嬸打大赤腳 站上超級市場的貨架那裡是掃貨的啊 這些是香港那裡看到的啊 是不是? 大家都是核子摸象 你看我一點 我看到你一點 因為你香港現在的那個新聞傳媒呢 你也知道 個個自我審查嘛 那再加上這個微博 你說是不是自己拿 是不是自侵煩惱呢 是不是? 是不是會增加很多啊 雙方啊 是不是? 那個那個誤解 還有那個對立 甚至是衝突呢? 還是增加了特首 你這個微博主人 你自己是大陸的民望呢 是不是? 這個開了這個缺口 將來是會令到香港和上面 是增加了和諧和了解 還是誤解和對立呢? 這個呢 我不敢肯定啊 是不是? 我自己看東西呢 這幾年呢 已經學壞了 每樣東西往壞處那裡呢 是更加呢 是估計壞多兩份 你說是不是? 是啊 我也是這樣想的 好啦 好啦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麻煩你陶先生 我們明天繼續有《風雲谷》的視像版 跟大家見面的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啦 記得like和share 那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了 麻煩你了 再見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 再會